大家好,今天的影片我们来聊一聊如何用Microsoft Word来制作流程图,就是Flowchart 在Word里呢,有两种方法可以制作流程图 那第一呢,就是你点Insert,然后点这个SmartArt 第二种方法呢,就是也是在Insert,然后点这个Shaves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如何用SmartArt来制作简单的流程图 这里呢,有很多不同的图表的范本 那我随便选了一个Hierarchy,然后选这个,点OK 可以把字打在这个TextPane这边 要增加图形呢,那你可以按Enter,然后再按Tab 如果你想在这个Process的图形下,再增加两个图形的话 那也是同样的方法,在这里Enter,然后按Tab 如果想把这一下这两个图形呢,换成左右两旁的话呢,你可以点一下这边 然后选择这个SmartArtDesign,然后选择这个SmartArtDesign,来到这个Layout,你可以选这个Standard 或者你也可以在这个Layout这边选择适合这个流程图的这个Layout也是可以 如果想把这两个图形对换位置的话呢,那你就点这个Right to Left 如果你制作的是一个组织架构图Organization Chart 那如果有人事变动的话,那比方说这个,你也可以点这个Promote,那它就会上来这边了 这个SmartArts呢,它有一个短处就是这些线呢,是不能够移动的 不过你可以把这个图形呢,移到中间 这些呢,是流程图的标准符号 你可以根据它的标准符号来做出更改哦 点这个Format,然后点这个Change Shape 颜色方面呢,就点一下,然后来到这个Shape View 至于这些线呢,你可以点一下,然后按住你键盘上的Shift Key 点一下Format 点这个Shape Outline 然后选择这个Arrow 赶快订阅和点赞吧,谢啦 接下来我们来看制作流程图的第二种方法 点Insert 点Shape 然后选择这个New Drawing Canvas 那我们要确保我们所画出来的图形呢,都在这个Canvas里面 然后选择你要的符号 如果想要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符号,那你就按着你键盘上的Ctrl键 然后再拖下来就可以了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连接线,把两个符号连接起来哦 举个例子 你可以在这些图形里面打字哦 你可以随意的移动这些符号,那这些连线呢都会跟着被移动 那如果像这个连线,如果没有被移动的话,那是因为这个 它并没有真正的连在这个图形上面 所以你会看到这里是白色的点,这里是黑色的点 那要黑色的点才是真正的连在了这个符号上面 如果想要移动这个Canvas的话,现在不能移动嘛 那你就点这边,然后又点一下你的滑鼠 选择这个In Front of Text 就可以随意的移动了 你也可以把这个流程度放大或缩小哦 又点一下,然后打开这个Skill Drawing ET 我看这个是没有维维的 是什么东西 我看这些东西 是雪木刀最后的点 我看这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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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